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互提 欢迎收听由年鱼制为您带来的年鱼夜话节目 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骑士怪事邪事 欢迎投入给小编 我是年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年鱼夜话 欢迎回来 其实这一期的故事是我们压了很久了 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匹配了 你该当何罪 你压别人的故事是吧 对这是我们的城市系列的开篇 正式开篇乌克兰里 但我只找到了一个 是吧 那我没办法 我真没认识乌克兰的人 对乌克兰的小姐姐已经回来很久了 所以目前的话 我们这个也就是第一篇 行 我们从乌克兰出发 好 先开始我们第一篇的正式乌克兰01 这个故事来自于于有小刘 他是加微信投稿的 虽然是个女孩子 但是我们是用年鱼常用的男生的历程 就是小刘 因为他真的是小刘 小刘投稿的故事很短 但很特别 是他在乌克兰留学时候发生的故事 当年小刘在乌克兰呢 学的是音乐专业 故事发生的时候 他读的是预课 还没有正式去读大学 他和两个女同学 两个男同学 一共五个人住在一套房子里面 那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别墅 房东阿姨和他的这个婆婆 住在一楼 那其他人呢 都住在二楼 就是怎么说 就是好像是乌克兰的 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乌克兰男性会少一些嘛 那就是相当于你 你媳妇和你妈住在一起 住在一楼 然后把房子送回他们 他们在二楼 那故事发生那天呢 小刘一个人在家 大家都去上课了 他用这个录音笔啊 在这个录歌啊 录音软件录歌 录的是张慧妹的记得 因为小刘他学音乐嘛 他要确认唱腔 所以他就录完之后呢 就反复的一句一句的听 有时候呢 一句歌词要听好几遍 正当他认真的在听自己的 这个唱的这个歌的时候啊 中间一句突然 没有声音也没有音乐了 变成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用很凶的话 用很凶的这种声音啊 说了一句听不懂的话 当时小刘被吓到不行 就赶紧打电话 让他闺蜜回来 等闺蜜回来之后啊 小刘就把这个录音 给他闺蜜听 那闺蜜也吓得不行 然后两人就一直等着 合租的这几个男孩子回来 就是他们的师兄 那师兄回来之后 听完之后啊 告诉他们说 这个女人说的是俄语 大概意思骂 就是说 你们太吵了 让这个小刘不要打扰到自己 俄语 对 然后这个小刘当时啊 就特别害怕 他尝试去保存这段音频 但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 把它保存到任何其他设备上 投稿里面他还补充说 那段时间不管是谁在房子里面接电话 电话那头都说 你们家怎么这么吵 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开派对 就是他的这个房子的环境 绝对有问题 所以这个鬼是住 我感觉应该是住这个房子里面 不是住那个电线里面 不是 就是住房子里面 而且肯定 我感觉不是一个鬼啊 因为这个 其实他其实这个小故事就很短嘛 到这边就结束了 然后就跟他聊了聊 然后看一看 他这个会出现这个事情啊 是不是有什么前因后果 因为这种事情 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房子有问题嘛 嗯 当然你比较齐巴 你想的是电信 不是吧 然后我就挖掘出了另外一个故事 小刘说 也是某个夜晚 他睡觉前啊 把房间所有的灯都打开了 房东阿姨跑过来问他 你为什么开这么多灯 嗯 他跟房东阿姨解释了一番 这个我们后面说啊 当晚呢 小刘看到了一个亡魂 亡魂 对 因为他的房间的门是那种磨砂玻璃材质的 看得不是特别真切 但是呢 他看到是一个个头很高 穿着蓝色衣服的男性的人影 小刘说肯定不是合租的两个师兄 因为这个蓝色蓝色衣服的人影啊 更高更壮 而且有一只腿 就是其他的地方都正常 但有一只腿 从膝盖再往下就很模糊了 小刘这里确定他的形容词就是模糊 就像就像什么呢 就像你在画板上面画一个人像 然后你不小心把一条腿给擦掉 擦得又不干净了 当晚呢 小刘和闺蜜都非常害怕 两个人一整夜几乎没睡 第二天他们下楼吃早饭的时候啊 就碰到这个房东阿姨的婆婆了 就说 这个阿姨的婆婆就说 这个老太太就说 我昨天晚上看到我儿子了 他儿子是几年前去世的 小刘就告诉这个老奶奶说 我在自己房间里面的门外 看到一个蓝色衣服 腿有问题的男人 然后这个房东婆婆就哭了 说这个就是我儿子 他因为是几年前 在工厂出事故腿断了 然后大出血没救过来才去世的 所以这个形象就符合上了 然后这个房东婆呢 才告诉小刘和闺蜜说 他们住的这个房子呢 就是他儿子身前买的房子 就可能是 是不是乌克兰的人民 不太在意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种事情要放到国内 肯定这个房东被冲掉了 就是凶斩嘛 其实就是有点 不是你上期还是哪期讲的 法律都搬出来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最早 为什么那天小刘要开着灯去睡呢 是因为那天是中国的中元节 所以小刘会害怕 他把所有灯打开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是不是就是亡灵无国界的一种说法 就你看他中间结毁了 但这个可是中国的结 对吧 但是人的形象倒是当地人 是吧 而且这个事情本身发生在乌克兰嘛 所以就有一点那种亡灵无国界的感觉 对 那他整个故事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挺奇怪的 这个故事就是中西有点混着 对中西有点混着 其实如果没有中元节这个事情 还是相对比较具备国外的这种地域特色 对加上中元节就还挺有特色 是的 好那第一个故事到这边 OK 插播一个 其实在第一故事和第二故事中间 我跟妙老师在上周 也就是六月中旬的录音 也碰到故事了 也碰到怪事了 就是上周对吧 对 这个事就是我们有一期付费 就是录的付费内容是啥来着 就是我们录小孩子说话和明昏彩排的那期付费 就是我们上一期付费的时候 中间发生怪事 就我觉得我的视角的怪事就一件 就是我们已经确定我跟妙老师两人录音的时候 两个人麦都是开着 对 但是我剪录音的时候第一个故事 妙老师那边就是没声音 因为我这个麦自己关掉了 自动关掉 对他自动关 所以你后面看的时候 他你是特意把他就抽一看了 后面不是你手 你那个来电话了 然后我顺便就看了一眼 我的麦确实就已经灭掉了 因为之前确定了是开着绿灯的 那就是有鬼把你关掉了 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牵强 对 还是可以和理话的去讲 可能自动关了之类出什么问题 对 而且我在视频 我在音频里面 我留了一小段 是我特意留给大家听的 就是妙老师的麦是没有声音的 他的所有声音采集是从我的麦过去的 你们不要以为是剪辑事故 是我特意留给大家听的 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后面第二个故事开始就正常 对 然后第二件事情吧 我是受害者 他在旁边录音录的挺开心 我没听到 对 他没听到 然后节目里面也没有听到 对 就我们俩录音时候 我从窗外听到一个怪叫 你学一下 我学不出来 大概是什么 不像人的声音 就像家椰子那种声音 知道吗 就是带颤音 然后很扭曲 然后 是从喉咙里面发出那种 但是是男性的声音 对 对 这种声音吗 对 是那种声音 然后大概一秒多钟的样子 我听完 我整个背上起鸡皮疙瘩 但是他在旁边聊挺嗨 老鱼 我就没好意思打断他 我完全没听到 对 我还看了眼窗外 然后又看了眼你 你当时看着电脑屏幕呢 我就算了 我就之后再说吧 后来太累 我又忘记了 但是就你要知道这个声音 离我其实更近一点 对吧 对 因为窗户外面 当时天黑了 我还往窗外看了一眼 也没看到东西 我是面对窗户 你还有点角度呢 对 我从床上看的 特过去看了 所以他其实是来找你的 那个声音 我到现在还记得 真的毛骨松 听完以后 你证明他就是单独来找你的 对不对 我也不想神神叨叨 但是还挺 解释不了 挺可怕 这个事情 我们确实会把所有事情先合理化去解释 我希望 我肯定希望合理化 对 你耳朵出问题了吗 医院检查一下听力 然后 合理化了 房间最近也是有各种怪声 比方说 櫃子后面会咔咔响 肯定不是蟑螂了 我前段时间家里闹蟑螂 我买的药已经基本处理完了 而且不可能出这么大声音 你有机会的话 如果再想你录一段 我把它剪到节目里面 可以 就是夜里面会想 白天不想 只要我一准备睡觉 躺床上 櫃子后面就开始咔咔响 那你当时人是很清醒还是有点睡意的 我还没睡 他就开始想了 然后有时候持续到早上 我刚醒 他可能还在想 你想了你没去 他想了之后你没有去看情况吗 我不敢 不敢 好好好 真的是妙老师本妙了 妙妙本妙 这个事情我也没管 这两天好像稍微好一点 如果晚上还有声音 我就录一段 好 你让我感觉什么 就是万一我们 对吧 各种原因碰到这种 真实的灵异事件之后 别的人都是跑 妙妙把眼睛再遮住 坐在那边 对 啊 机器人 跑也不敢跑 是吧 躲扭 好的好的 行 那请大家关注后面我们的发展 我们俩反正出空去 行 那我们开始下一个故事 好 这个故事是来自网易云的鱼友 一夜之君 按他要求呢 我们称呼他叫小王 好的 小王投稿了两个故事 都非常的邪性 第一个故事呢 发生在他小时候 具体年纪是忘记了 就记得当时自己 有几次高烧 完全退不下来 然后老爷给他求了一个福 被妈妈缝在衣服里面 第二天就好转了 小王说啊 这只是个影子 说自己从小对灵异 其实并不敏感 所以稍微有一点百无禁忌 什么都不怕的样子 某天啊 年幼的小王在家附近玩耍 突然看到土里面 有个白色东西露出来 小孩嘛 就很好奇 跑过去徒手就把它挖出来 等挖出来一点以后呢 他就使劲往外拽 猛的一下把白色东西 全都拽出土来了 才发现 竟然是一具 比自己胳膊尝不了多少的骸骨 我以为 我听到前面 我以为你说白色 我以为是个萝卜 你现在给我来个骸骨 我们是恐怖故事 你稍微和理一脸好不好 萝卜也很恐怖啊 又或者说呢 是尸骨 因为在之后聊天里面 他确定的说 这是一具人形的骸骨 估计是婴儿 婴儿阶段的 小王当时 小王当时年纪太小了 压根也没联想到是婴儿的尸骨 以及为什么会被浅埋在这里啊 对 浅埋就不正常 是的 对吧 就感觉是非常害怕 赶紧就扔到路边自己跑回家了 他补充说啊 自己拽出骸骨的一瞬间 整个几倍都发凉了 嗯 之后的几天呢 小王甚至不敢往自己扔骸骨的那条路上走了 嗯 但架不住担心啊 他还是路过了一次 惊讶的发现 不见了 就骸骨不见了 最可怕的就是这种东西不见了 不知道被谁处理了 还是自己 自己走了 自己处理了 对 过了几天之后呢 怪事果然发生了 找他了是吧 嗯 你猜对了啊 我去 那天啊 天气阴霾 空气呢 也非常潮湿 小王就自己在家玩嘛 很无聊 就准备去车库啊 嗯 要去车库的话呢 就会途经自己家杂物间 就是个大户人家 是的 我会想是把车库家杂物间这个配置 对对对 小王说自己从小就不喜欢家里杂物间啊 因为那那里比较脏嘛 堆太多杂物 而且窗户都遮死了 阳光透不进来 经常还会打不开灯 嗯 不知道是电路还有什么原因 他当天呢 就路过杂物间的时候 就加快脚步嘛 嗯 想尽快穿过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嗯 理论上10秒钟就能通过杂物间 小王感觉自己走了5分钟 还没有走出去 等于就是打鬼打乡的那种感觉 是的 偶尔透过杂物 从窗户照进来 阳光柱啊 显得也是格外的压抑 嗯 小王说就在自己摸索 试图去开杂物间灯的时候啊 嗯 猛的发现 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盯着看了 他不由自主回头啊 嗯 果然就看到之前自己挖过的那 那具尸骨 这具比较惨白的小型骷髅呢 这时候正坐在右后方的厨子上面 看着他 我去 就直接就出现了 对 小王说自己顿时心脏砰砰乱跳啊 嗯 吓得冷汗直流 因为从他的视角来看啊 这具骷髅呢 是和自己四目相对的 黑洞洞的眼眶盯着自己啊 嗯 小王此时竟然不知道哪 哪里来的勇气啊 顾不上头皮发麻 嗯 居然徒手去拿那个骷髅去 我的天 对 直接扔到下水道里面 他这个头太铁了 对 他这个出身流毒 我以为他说 鼓足勇气之后 我跑掉什么东西 还去拿 哥 我连跑都跑不掉 我去 也就在此时啊 他也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 走出这个杂物间了 嗯 小王说可能是自己被吓得不轻 嗯 第二天就开始发了很久的烧 持续了好几天 嗯 他认为啊 这就是他认乱人事故的代价 嗯 事情到这里啊 小王以为 结束了 就发完烧了 嗯 没想到隔了很久 他去爷爷家玩 竟然在爷爷家小院子里面 又看见了这具婴儿的尸骨 跟上了 对 当时小王疯完了一下午 正准备从院子回房间的时候 看到那个尸骨骷髅坐在爷爷家窗台上 嗯 而且这次少了一只腿 嗯 小王说年幼自己顿时就吓哭了 然后冲进房间就把事情给家里大人说清楚了 嗯 自己说特别急 而且很害怕 不停的哭 说完呢 就睡着了 嗯 等他晚上再醒过来 发现自己已经穿上了之前缝着服的那件衣服 虽然那个衣服已经 因为已经过了很久了 嗯 已经不太合身了 那件衣 那具婴儿事骨呢 可能是被家里大人处理过了 他们让小王不用再管这个事了 嗯 自己也别别再乱想了 嗯 小王还和之前一样 又发了几次烧 又发了几天烧 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我去 对 他好像后面还有第二个比较写的故事 嗯 那就期待一下 好的好的 嗯 就其实他家人家里面大人帮他去处理这个事情还是用老方法吗 就是小时候穿的那个衣服吗 对吧 按他两次遭遇好像是 三次 对 挖出来什么 我就 我就说挖出来之后 啊 挖出来之后两次好像那个方法好像不是很有效 肯定不有效 对吧 你就扔了 你又没有做什么处理 对吧 对 骨头 骨头这东西 嗯 会有这种行为吗 哦 我 我不知道骨头会不会有 但是我觉得 如果说是往神鬼里面说的 他的一个合理点在于确实 你越小的这种 对吧 婴儿是骨 他可能怨气会更重 对 怨气越重 这个确实是 嗯 如果你被这东西跟着你咋办 我是觉得有一点啊 就是咱们中式的 好像基本都是人 人是完整一点 嗯 就可能就脸色不太好吧 对吧 脸色惨白 对 这个倒是只有骷髅 哦 就是光骷髅 我的点是在这边 我以为你会说 那美式的那边的话呢 脸色可能就好一点了 那不是美式嘛 就骷髅多一点吧 是的 就我觉得如果我碰到这事 可能我会求求师傅之类的 然后我就捧着这骨头去火葬场的 我帮你火化了 那时候还小吧 可能对 他也是最后才和家里人说清楚了 对对对 他头其实蛮铁的 他特别是在胆子挺大的 车库碰到之后 砸腹间 对 我的话我肯定不敢突手拉 直接扔了 直接扔了 我靠 对 是的 也挺头铁 对 好好好 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的 好 第三个故事 还是我这边的 因为我确实找不到 那个第二个乌克兰的 这个灵异故事 但是我找了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小刘的这个乌克兰的故事呢 让我联想到了 最著名的一个乌克兰的灵异世界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叫果格里的幼灵火车世界 1993年 1933年发生的 我相信有很多鱼友是听过的 我今天就从另外一个层面 给大家解释解释 就像咱们一群里面 老会有人喊我 录左央 他们觉得我们连于解读的方向 可能会跟大家不一样 比较贵 对 比较有新奇的事情 其实 看吧 后面我会发起投票看一看 这个 果格里火车 在说这个故事之前 我先想问一下 苗老师 你有没有听过果格里这个名字 没有 那你有没有看过一本名著 叫死魂灵 那个我小时候看过 当然我已经不记得了 是的 小时候 对 什么百大名著之类的 小时候单纯觉得这三个字很帅 我一定要看看他 蛮难读的这本书 果格里就是写死魂灵的 俄罗斯的著名作家 他只活了43岁 就英年早逝了 但是这个著作也是流传至今 那1852年的时候呢 是果格里 他43岁 去世的 那由于种种原因呢 一直时隔了79年 也就是到了1931年的时候 他的墓穴呢 才被迁移到了莫斯科的一座公墓里面 可惜啊 当时是二战 这座公墓呢 被临时改成了一座监狱 这些士兵呢 把这个就是挖这个地方 做监狱的时候呢 把这个果格里的树谷挖出来了 哎 发现他的头盖骨不一而非了 就只剩下头以下的这个海骨 就上面是空的吗 对 就没有头 没有头盖骨 就当时呢 还有这个未经考证的说法 说是果格里棺木里面 不仅是头盖骨消失了 甚至是很多骨头都乱作一团 不仅不像是正常死亡的躺尸的状态 更像是尸体在棺木里面挣扎 甚至挣扎的剧烈到把头骨 就不是口骨了 把这个骨头全部弄得乱作一团 而且棺木盖的内侧还布满了划痕 就像用指甲划出来的 所以就有人传言说 果格里当时并没有真正死亡 而是陷入了假死状态 就是休克之类的 但是当时技术有限 就不知道 就直接下葬了 就活埋一样 对 等他从休克中醒来之后 他就在棺木里面给活活的 我要窒息了 有逼恐惧 是的 好我们再回到1931年 那果格里的这个头盖骨最后被证实 是被一个盗墓贼 卖给了意大利的某个富商 那几经周折呢 终于在协商之下 对方答应了归还这个头盖骨 那由果格里的一位亲戚 当时的一个海军的军官叫做亚洛斯基 托人转运回俄罗斯 因为这个亲戚当时是在执行任务 他只能拜托这个其他的军队的这个朋友帮忙运送 也就是到了1933年的春天 装有果格里头盖骨的盒子呢 从意大利启程 当时护送这个骨头 就是头盖骨的这个夹子的这个人 除了这个意大利军官以外呢 还有他的几个朋友 那几个人呢 就乘坐火车一路而行 当这个火车行驶到乌克兰 叫伯特瓦的一条隧道的时候 为了寻求刺激 有人啊 就是说这个人就是这个军官的弟弟啊 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他把果格里的这个头骨啊 偷偷的从盒子里面拿出来啊 什么惊喜 这些惊喜啊 他准备等这个火车进入隧道 这一段不是很黑暗的时间吗 他把这个头盖骨放到桌子上面吓大家 有点有病啊 太火落了啊 那等这个火车开到距离隧道只有几十米的时候啊 车上的乘客脸上都显示出一副惊吓的表情 随着这个火车去隧道越来越近 啊 这个 就是这个做这个坏事的 或做这个 这个惊喜的这个人啊 他也感觉到了莫名其妙的恐惧和害怕 当他看到火车周围升起了白色烟雾之后 他就趁着火车进隧道前降低速度的时机 迅速的跳车了 他自己跳车了 他受不了了是吗 对他受不了害怕 这人是纯畜生 然后火车呢就开进隧道了 那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冒出了一阵白烟 等白烟消散之后啊 这个就是跳车的这个人啊 他爬起来再往前望的时候啊 火车连同火车上的106位乘客全部消失了 四周死寂一片 就是火车消失了啊 那为了他找到自己的这些朋友 他就是他是随着这些人一起押送的嘛 他就硬着头皮呢 往这个隧道里面走 但隧道里面什么也没有 当他走到不远处的时候呢 就走到隧道不远处的时候呢 看着一个小女孩站在铁路边上 两个人就交流了一番 证实确实是火车不见了 那慌张之下呢 他就沿着这个铁路啊 一直往回跑 一直找到了一个村庄 把这个事情呢 告诉了村民 很快呢 当地的警方介入了调查 经过几番验证之后啊 发现 这个火车 它虽然只有三节车厢 但是它是一个意大利的旅游公司名下的 但奇怪的是啊 这个火车经过隧道后 究竟要开到什么地方 谁也不知道 无奈之下呢 就当地警方只好草草的宣布 这个火车失踪了 我们找不到了 那火车这个失踪案件呢 就被当地老百姓啊 传得神乎其神的 有人说是因为果格里大师 不忍心这个头骨被这么戏弄吧 就从阴间回来了 把自己头骨带走的时候呢 顺便带走了整列火车 力量也太大 也有人说呢 是这个隧道闹鬼 但是为了打消人们的这个传言 谣言啊 还有这种稳定人心嘛 当地这个铁道部门呢 只好另辟蹊径 就是把这条隧道全部封死了 不允许任何车辆从这个隧道通行 而果格里的幽灵火车这个事情呢 也成了一时间的人心惶惶的一个 传闻 那截止到此呢 这个事情它本身也就是一个灵异传说嘛 那为什么会被大家称为乌克兰第一灵异呢 因为到了这个22年后 也就是1955年 幽灵火车再次出现了 当时呢 有人在克里米亚地区看见一辆火车经过一处河道 但是因为通往河道的铁轨啊 早就因为战争报废了 他们以为这个火车过去肯定要脱轨了嘛 没想到这个火车还是硬闯过去了 而且一分钟之后 这个火车再次消失了 那之后的几十年里面呢 这辆幽灵火车多次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境内频繁出现 最有移民的意思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意思啊 是已经挺近的了 在2009年出现在乌克兰 当时火车 当时正值1月份 这个火车呢 出现在乌克兰境内的波尔塔瓦市 当时一名警察叫做舒斯特 他正在开车进行日常的安全秩序维护啊 当他巡逻的时候啊 有一辆车从他的这个身旁经过 因为这个车很高级 他又多看了两眼 等他缓过神了 他才发现这辆车是之前被偷的一辆车 可能是奔驰之类的这种车啊 他就开始拼命的开足自己的车去追这辆车 那不一会呢 他追上之后 这两辆车距离不足一百米的时候 这个舒斯特啊 瞪眼一看 发现这辆小车竟然被卡在了铁道的插路口 车胎爆动弹不得 等他把车停下去走过去查看的时候啊 没想到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响起了一声火车的鸣笛声 他就看见一辆老式火车 不紧不慢的往这边开了过来 然后这个偷车的人 见状呢 就立刻跳下了这个汽车 朝这个火车跑过去了 那这个舒斯特一看 这还得了 他就继续在后面追嘛 他就追这个偷车贼嘛 等他们跑近才发现 这个火车居然是一辆蒸汽火车 而且车头呢 还是很早很早的 非常古老的样式 那更让他们俩 奇怪的是呢 这个火车只有三节车厢 也就是火力火车了 对 但这个舒斯特就是这个警察 没多想 他就继续追这个偷车贼 那偷车贼为了躲避他呢 爬上了这个火车 进到了第二节车厢 那为了逮住这个偷车贼呀 舒斯特也决定跳上去 就在他准备 从这个火车车位 跳上去的时候 就听见有一个人大喊说 不要上去 不要上去 然后等他回头一看 就等他回头看这个 喊叫的声音的地方 发现是一个铁路工人 嗯 再转过身的时候 火车消失了 所以那个贼一上去了 对 贼也没了 贼没了 贼消失了 他没上 对 这个铁路工人就说 他认出来这辆车 就是果格里的幽灵火车 所以才让这个警察 别上去的 那这个偷车贼呢 就随着这辆幽灵列车 消失的无影无踪 很意外的一点 这个车居然还能上 我是 它居然是实体的 对 就还是实体的 而且它还 开得很慢 就是空间凑乱了吗 就有点像那种 早年间白木大传说 一样的那种感觉 那这起灵异事件呢 其实还是引起了很多可学家的兴趣啊 然后为了查明真相呢 因为是09年吧 已经很近了 08年奥运会嘛 北京奥运会嘛 09年 第二年 就已经变成当代的事情了 当地有很多这个铁路专家呀 科学家 工程师啊 都联合起来去调查 最终在调查下呢 就得出一个不能叫做结论的结论 就是可能这个地方呢 有异常的电磁场存在 导致了时间跟空间的异味 就像你说的一样 这不是和白木大那个有点像 对 我觉得要么就是没得解释 要么就是他不希望这种解释被公众知道 是有可能 对 反正这个事情也是不了了之 但是这个事件啊 非常著名 也算是乌克兰最著名的灵异事件 而且是官方公认 嗯 好 那第三个故事到这边 好 今天的第四个故事呢 来自于我们的B站游小鹿啊 小鹿说呢 自己从小就喜欢看鬼故事跟灵异故事 特别是一些恐怖电影什么的 也趋之若鹜 但是他小时候啊 从来没有经历过灵异事件 一直到了大学时代才经历 小鹿大学时候呢 结交的朋友都喜欢玩什么 剧本是阿密室什么的 嗯 他自己也就随跟他们一起玩 一来二去呢 认识了很多其他的这种玩 喜欢玩这些剧本杀的朋友 嗯 巧合的是呢 在某一次玩剧本杀的时候啊 认识了一个俗家修行的朋友 可能是有缘 那这个朋友呢 就领着小鹿进门 教了他一些常识啊 道家常识 小鹿在投稿里说啊 虽然他自己不至于学了什么道法 但是跟着这个师傅呢 也算是了解了很多东西 那渐渐的他也发现自己能感受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东西 用投稿原文里面他说的就是说 类似于第六感 你能看见超自然的现象 但是当你看见的时候 对方也能看到你 嗯 这个让我觉得挺有说法的 就是普通人之所以遇见的少是因为你看不见吗 对 你看见的时候他也看见你 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是你凝视不到就算了嘛 对吧 所以你好像你的做法有有有点用处啊 你在碰到怪事之后你的这种常规的做法 先躲是吧 对对 先自欺欺人一下 装作没发生 可能可能是这样 是的是的 好我们回到故事啊 这个教小鹿的这个师父朋友啊 也逐渐发现了小鹿的这个能力 或者说是灵感 就送了他一个朱砂的手链 可能是感觉小鹿的这个现在的 无论叫做修为也好 还是叫做水平也好 都难以自保 那小鹿说呢 自己在带手链之前啊 有时候晚上睡觉 会感觉到被什么东西触摸了 嗯 而且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是 触摸他的这个东西 就在他们宿舍的桌子下面 而且小鹿一开始做梦的时候啊 总会有一些光坏陆离的诡异梦境 嗯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个师父才送给他这个朱砂手链 也有可能是 小鹿觉得啊 是他的这个师父啊 预感到他后面会发生什么 送给他护身的 嗯 小鹿说这个诡异的事情呢 发生在大学考试期间 那个时候呢 他为了复习啊 就经常去教室自习 发生故事这天呢 他又去教室正常的上自习 坐在第二排 正当他学习正憨的时候啊 投入到学习的时候 突然听见广播里面 开始播放英语听力了 一开始小鹿是以为是哪个同学来自习的时候 不小心电脑开工忘了 开了外放 但是他环顾四周发现啊 大家都有这种 哎 好像我听到了这种新的这个样子 就是每个人都听到了 小鹿说呢 他这个时候发现啊 是去教室里面的这个广播在播这个声音 他又以为是广播台在试音 因为后面几天会考六集 但仔细听来呢 这个录音就很奇怪 有一种像是把播放的这个音源 放在水里面 然后播出来的原因 就这种感觉 特别的模糊 他还特意给我补充说 不是那种电流声 或者是接触不良的 那种滋滋啦啦的声音 就是单纯的模糊 关键是他仔细去听这个声音 或者说这个发出的这个音频 这个声音绝对不是音语 小鹿说自己此时呢 也没多想把这个耳机戴上 继续准备复习 但是他渐渐觉得不对起来 说浑身感觉越来越冷 当时是夏天 而且教室里面 虽然说是开着空调 但是绝对不可能冷 渐渐的呢 这个冷啊 从普通的冷变成了阴冷 他说是那种 往骨子里面钻的那种寒冷 小鹿说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啊 自己是像被冻住了一般 冻不了 就是清醒鬼牙床 站着鬼牙床 坐着鬼牙床 对 那小鹿开始慌了 他试图站起来 但是用尽办法 他还是没有办法动弹 在想起了那个 他师父教给他的一些东西 他先呢 平静自己的心情 然后念一种叫做平安咒的一个咒 咒法或咒术吧 还是动不了 小鹿戴着耳机 但是他发现啊 外面播放那个听力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这个时候他肯定了 绝对不是什么英语听力 是就是试播 试播什么的 然后呢 小鹿就出现了 有人在盯着他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太冷了 他觉得这些感觉并不敏锐 健康老师是吧 他这时候是在自习吗 就配合那个广播 那不就是健康老师吗 就你倒按照这个逻辑说是没错 但是小鹿说他因为天在太冷 他不确定是不是被人触摸了 但是他有这种感觉 他又不确定 那他在心里面呢 继续念这个平安咒 他余光看到啊 坐在自己左右两侧自习的同学啊 开始盯着自习了 然后他就感觉到 背后也有人在盯着自习 最后结果是 他觉得整个教室的同学都在盯着他 好像之前一期的火车 对对对对 跟那个很像 对 但那个是 那个是做梦嘛 那个是小刘做梦 但是他醒来之后会发现有 好我们回到小鹿的故事啊 他就觉得啊 所有人就这么一言不发的 默默的凝视着 现在已经完全动弹不了的他 小鹿说自己此时脑袋里面就一个念头 就是假装不知道 表现出很正常的样子 都给别人看出来在害怕 嗯 就在他逐渐要陷入绝望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人说话的声音 是有人扛着录像设备进教室了 然后小鹿就发现自己能动 他赶紧把耳机加下来 加下来之后呢 他现在听不到任何所谓的英语听力的这个声音了 就是没有声音 没有广播声了 嗯 他就赶紧起身说说东西出门了 出门前呢 他还特意看了一眼教室里的其他同学 他们都很正常 那后来小鹿知道那群扛着设备进教室的人 是来给学校拍起宣传片的 起宣传片的 嗯 他说小鹿说啊 他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有外人的介入 他才能脱困 嗯 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好像大部分这种环境都是要外力 对 对 需要一把外力 但是我觉得好像 嗯 小鹿在投稿里面没说啊 他是个师傅给他的这个 朱砂手链 好像没什么 实际的帮手 换个师傅 也有可能是 帮了 如果不帮的话他可能更那 对吧 倒是倒是有可能啊 是的 然后小鹿说就是他 他有一个理念觉得让我觉得很独特 就是你在没有掌握这些能力之前 你是不会被这些东西盯上的 你一旦掌握了之后 你就会成倍的被他们盯上 哦 我之前有没有聊过一个设定啊 是客系设定 嗯 就是你的 你知道的越多 对 你的知识越多 你看到的越多 越容易心中混乱 对越容易疯狂 就是差不多设定 对对 这是科斯鲁的典型设定 对吧 就无知是幸福的 对 在科系里面是这么这么一个说法 对 所以小鹿就是把这种 中式的感觉加入了这种 科系逻辑的感觉 有一点点像 是的 那还是老样子 我们祝小鹿后面能够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没错 好 那本期的夜话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和持续的收听 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歧视 怪事邪事 可以向连约投稿 任何一个联系到我们的平台 都可以向我们投稿 拜拜 拜拜